公司简介 创业维艰起死回生 可德化学公司 由董事长郑明荣先生 在1992年11月创立 草创初期 在董事长邻近有人的公司内 租了一张办公桌开始营业 经过十个月的独自作业 才有了第一名员工 三个月后外包的 寄货仓库发生火灾 将董事长的创业金和贷款 全数烧成灰烬 公司顿时陷入负债经营 和出现灭绝的危机 但磨难没有达到可德公司 反而磨练出可德公司 日后发展的契机 虽然往后五年公司的盈利 只能用于还清债务 但公司的营业 也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 打下根基 开拓越南前进高棉 在开拓越南和广东市场的期间 我们获得前进高棉的机会 1998年成立柬埔寨分公司 虽然当时柬埔寨非常落后 治安很差需要带枪保护自己 仿制产业刚刚起步 只有几十家成衣厂 但是我们已经拥有 踏实的商业信用和营业系统 很快就在柬埔寨立足生根取得成绩 十年升聚十年竞争 2008年以前 没有人看好柬埔寨这个国家和市场 外界对柬埔寨充满负面报道 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国家 这个情况给了我们公司 在柬埔寨十年生产巨样 茁壮成长的机会 2009年后由于中国大陆的结构性转变 大家发现柬埔寨是个机会天堂 前铺后继的将大陆工厂和订单 转到柬埔寨 三年间产业规模增长五倍 但同时也带来20倍力度的供应链竞争 十年间肉博式的价格战 市场血流成和汇集之后宛如鸿海 十年的鸿海竞争 不仅没有淘汰我们公司 而是让我们学会面对 杀价竞争的实战经验 攻击改革领导元年 2017年大陆的攻击改革 开始出现结构性的变化 由世界工厂的价格破坏 转为世界市场的价格重建 敢于这个转变 我们于2017年开始筹建柬埔寨新厂 土地面积17300平米 建筑面积6000平米 新厂采用颜色分类 积木式隔建管理 将化学品分为八大类别 推动5S安全守则 引进CDHC污染 零排放的概念 建构安全 质量 环境优先的组织体系 期待追求卓越 再创未来10年领导柬埔寨 纺织化学的先锋 2018年是我们柬埔寨新厂启用的第一年 我们需要志同道合 愿意共同分担权利责任 分享团队合作的年轻朋友 一起来打拼 参与我们在柬埔寨领导元年的事业 奉献年轻的才华 分享团队的利益 欢迎大家来应征我们公司的各种职缺